大家好,我是狗子老师,欢迎收看GCI Sensei Channel 在今天的视频开始前,大家记得要按下订阅按钮和打开小铃铛哦 这样老师一发新影片,大家就能直接收到通知 今天,我们来认识两只外表霸气,又很壮硕的兜虫 南洋大兜虫 南洋大兜虫也称为阿特拉斯大兜虫 这是一只生在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的大虫,它是体型最大的甲虫之一 可长达惊人的12厘米 它长着三个长而锋利的胸脚 其中两个胸脚长在胸的左右两侧,另一个长在靠近头部的部分 雄性的南洋大兜虫会用身上的脚来和其他雄性甲虫打架 抢地盘、食物和配偶 南洋大兜虫分为四个种类 有亚特拉斯南洋大兜虫、高卡萨斯南洋大兜虫、婆罗洲南洋大兜虫和安格尼斯南洋大兜虫 最常见的南洋大兜虫就是亚特拉斯南洋大兜虫、高卡萨斯南洋大兜虫和婆罗洲南洋大兜虫 它们都属于夜行性的甲虫,也具有很强的曲光性 在外观上,每个种类的构造与体色都很相似 不仔细看并不容易分辨 有经验的四主可以由中央击脚分叉的位置来辨别它们的种类 它们咒服夜出,在野外取食树叶及水果汁叶 人工环境下可谓使甲虫专用果冻或糖分高的水果 它们生性暴躁、体型巨大 主要分布于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的热带雨林中 饲养长虫的空间以两尺宽的直立型饲养缸比较适合 布置树根枯枝干,底材以20公分深的培养土或腐植土为主 雄性成虫较具攻击性,以单独饲养比较好 而饲养幼虫时,一灵需要一生的空间 三灵则需要5到8生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互相干扰或伤害 幼虫最好还是以单独饲养为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南洋大兜虫的幼虫比较具有攻击性 在捉取的时候要比较小心,以免遭咬伤 赫克利是长起大兜虫 长起大兜虫的名字由来是来自希腊神话中主神 宙斯的儿子被誉为大力神 成虫体长最长记录为184毫米 是世界上最长的甲虫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甲虫之一 分布于中南美洲的热带雨林 赫克利是长起大兜虫的力量极大 可以举起自身体重850倍的物体 以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赫克利是命名 一般显示其承载能力仅达100倍的体重的独角线不同 宫虫体长约50至181毫米之间 前胸背板黑色 有些物种的赤鞘具有蓝色至绿色光泽 赤鞘呈暗黄色至棕色 趁有不规则黑色斑点 雄虫具有特化胸脚及肌脚 向前延伸 胸脚肌部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处由尺状凸起 雌虫无胸脚及肌脚 长起大兜虫的饲养方式与南洋大兜虫的几乎相识 饲养长起大兜虫的幼虫 你可以选择单独饲养或者混养都行 如果你选择单独饲养 那么每只幼虫的饲养空间必须使用较大的空间 所需空间虽大 但可以提高养出大型个体的几率 而缺点就是这样独立饲养会导致雌虫幼虫 因羽化时间不同而影响配对 如果你选择混养 那么所占的空间虽然不会很多 但是所肆育出来的雌雄体型会相差很多 但是其羽化的时间会非常接近 幼虫期也比单独饲养短 如果要尝试繁殖可以尝试混养 幼虫食材可选用发酵木屑 湿度水木比为50%时为最佳 一般长起几乎是人工肆育品居多 所以交配前需要注意成虫是否已经过了折服期 成虫若是过了折服期 并开始大量进食 就代表成虫过了折服期 可以进行交配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你可以帮忙点个赞加订阅我的频道 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大自然里的大型昆虫 南洋大兜虫和长起大兜虫 我是狗子老师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